其实做萝卜糕呢 通常我们都会选大条的一只 因为如果说小条的 尤其是像扒子萝卜那些 我们叫做早水萝卜就未必那么对的 因为它本身比较硬正 我们就主要用一些本地生产的 大条小小的所谓磁水萝卜 也有些人喜欢用韩国或者日本的萝卜 这个就无所谓的 选择萝卜最重要是拿上去它够重身 表面比较光滑 可能是白色至橡牙色左右 最重要就是你看到萝卜的皮不会皱皮 因为它皱皮代表萝卜可能放了一段时间 就开始干身 那就没那么新鲜 做萝卜糕有些人喜欢用跑萝卜 但我喜欢手切的 大概切到比筷子粗一点 不需要太长的 大概10cm左右 比较爽口 吃得到萝卜的质感和味道 做萝卜糕 一定要将萝卜蒸熟透 起码要蒸30分钟 萝卜一来才够软身 而且它用来做糕的时候 就不会再有多了的水分滲出来 就不会影响到萝卜糕蒸出来的质感 臘味通常都是切小粒的 最好一定是事先炒香 一来就让它多余的油份可以出来 就吃下去没有那么油腻 二来它炒香了 味道更加容易滲入糕里面 最重要就是萝卜和所有浆粉的比例 如果太多粉的糕就会很硬 如果太小粉就很容易散 我们就喜欢用三种粉 煎米粉 粟粉 还有生粉 还有最重要就是加上生油 加了油做出来的糕才会滑 还有吃下去不会黏硬 做萝卜糕呢 我们当然想去材料均匀地分布在萝卜糕里面 不想可能一日就去底部 一日就在表面上 最重要就是我们开蒸粉的时候 令到蒸粉的稀稠程度刚刚好 主要取决于我们蒸好萝卜 热的还有有点汤在里面 再去撞下蒸粉 粉受了热 它就会开始变得稠 这个步骤就可以控制萝卜的稀稠程度 通常师傅做萝卜糕的时候 它就会留起小部分汤 当它放完萝卜在蒸粉里面 它觉得稀稠 它就可以加热那部分的汤撞下去 就是令到那个姜就再稠一点 如果那个姜开始稠的稠 那我们就将冬的汤倒下去 就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